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医治疗疾病的经验 那么在这三级年当中 我一直从事的是中医内科的工作 我们中医内科不但要看成人的疾病 而且还要看小孩的疾病 也就是说用中医的方法和中药给儿童看病 那么在这期间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的经验 和很多有效的方计 我就想在我有生之年 因为我现在已经62岁了 已经要马上步入老年的阶段了 我不能把我的这些经验和很多的有效的办法 就是装在肚子里以后带进坟墓 那么我就想在有生之年 把这些东西呢 就是要传授给大家 传授给向大家这样热爱中医事业的医生们 这个也算我对中医事业做了一点贡献 也是对人类的健康做一点贡献 那么我很期望能有一天 能来到我们希腊 跟我们希腊的医生们共同来探讨 来总结和交流 关于中医方面的许多经验 那么我知道你们希腊是一个非常悠久的国家 历史也非常悠久 我以前我一直在梦想 有一天能够到希腊来 因为我们希腊的人 这个非常热情 除了我们希腊非常美丽漂亮以外 我们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有着非常热情的人民 那么还有更重要的是 还有我们这些热爱中医的许多的 我们的希腊朋友 所以我特别高兴能有一天和大家在一起 把我所知道的许多的经验告诉给大家 教授给大家 正好有一个机会呢 就是你们希腊的一个中医的公司 邀请我来到你们希腊 给大家做一些个中医方面的教授工作 那么我想 我当然说很高兴 这个能有机会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座谈 那么我有一个计划就是说 我这次过来除了要讲一些个 就是我们希腊常见的一些疾病以外 还有呢 我还要把我治疗小孩的疾病的一些经验 和我自己的秘方告诉给大家 希望呢 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觉得也应该能够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的办法和我的秘方 就是是我很多年用心血来总结出来的 用了我很多的经历和时间总结出来的 那么 而且在临床上应用起来也非常的有效 那么 你们掌握起来呢 也非常的容易 就是 有很多的方子啊 比如说 有一个方子 我告诉给你们 你们可以用这一个方子 变通很多的方子来治疗很多的疾病 我想你们掌握了我教给你们的办法以后 你们在临床应用当中 一定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 而且呢 也有很好的效果 除了我们这个治大人的疾病的方法 和用药的这个规律以外 还有我们儿童的治疗方法 还有我们儿童的治疗方法和用药的规律 我都毫无保留的来告诉给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这个会议当中来 我相信 我也期待 另外呢 我还对养生啊 长寿啊 这个用中药的方法 怎么来进行养生和长寿 我也有很多的办法 希望你们能够过来听 那么我也毫无保留的告诉给大家 一定能够让大家在今后的生活当中 能够更愉快 更健康 更年轻 更长寿 好 谢谢大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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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儿童的方法 会让每个人都養成 店员 不得那都不得了 带来 来 来